大家好,歡迎收看馬迷早晨的環節 昨天沒有直播,但很黏,大家有看IG都知道 現場我跟客人討論,他們收穫不錯 到尾場,如果大家有買加州得志,相信大家都會有收穫 那條Q或Win雖然比較熱,但我覺得不算很難中 有時下雨的確會影響很多步速、走位 甚至有走三叠、零利標區、天竺貓都會贏 但贏歸贏,那些是瞬間看獨贏 贏過的馬真的會贏一些 如果你尝射全餐,你就肥仔了 未說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都會見到四星龍珠 在馬迷早晨中,我們會說頭兩場的早餐賽事排序 其實上次的賽日,就算有一點雨 頭場,四選中,一膽三腳 我認為那隻可以用來做膽 都可以中到Q的 那隻馬,雖然石哥臨門,被葉楚行的師兄過了 少了一個Win 但也算是開了一個師兄底竅,百多元都可以接受 這次頭場,沙田繼續跑黃昏馬 四點鐘開跑,十場賽事全部都是草地 所以私跑道,又要考慮一下 場中、場距離在外面兜 沿途貼欄的一些前置短圖馬 都要留意多一點 立即帶大家看看直路賽在早段又如何 我們先說第二集的早餐賽事 因為頭場有點難 我們反過來說第二場 四班一千 直路賽不可擋這隻馬,就做了第一選 其實只有它,實際上是在三班有些作為 如果大家看看它所有路程上名、贏馬、Q 只有一次批,不是在這個路程 其實你看通計資料也看到 有一次是谷錯一千 遠古的時候不要說了 但你會看看這隻馬在三班 其實一再都可以上名 而且輸得不遠 可以輸萬里飛至一條頸,但自己快放 顏則即是甚麼呢 大家研究一下一隻馬是否快放 其實你看它的頭段 你會知道三班一千也有很多快馬 它大約可以做到12秒8附近 即是第一段的斷速是偏快 你讓它慢放去打 但有別人前面慢放的會走掉你的 疑心星那些 當然那次王志宏減了10磅 但大家要記住這些馬 會不會像剛剛谷草爆大膽那樣 石哥那些放頭馬 走去燒人 其實是會的 不過問題是 有時你跟我燒 你贏不贏得到 現在兩隻 一隻重磅一隻輕磅 大家可能會覺得 差20磅怎麼跑 王志宏114 這隻133 差19磅 大家當位雙弱 當一齊出來放 上次它的採積都不差 頭兩段都放到33秒3 在四班來計算是偏快 你拿到三班放斷那一場 它還放快點 不過那天地快 不能這樣計算 但大家有時要想 下班它不是這個負綁 應該是危多福贏 你都可以這樣想 我會說如果步速偏慢的話 不可檔其實是不夠危多福跑 如果你說一起放快 不可檔又好一點 因為高班的馬 它就能夠抵受到快點的步速 相信王志宏這些建築生 都不會跟它鬥流 難道讓你先走 跟它說 偉達 稀威心 你先放 給你單騎 你不會亂來的 不會這樣 所以估計都是會偏快的 兩匹放頭部速 照計理論上偏快的話 捱到尾那隻應該是不可檔 略為高於偉多福 而且賠率上 我估計偉多福應該沒有不可檔那麼困難 所以直撥一點的 即是不可檔 當然如果你看到賠率一樣 都是不可檔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偉多福冷一點 那偉多福好一點 始終都輕磅 而且入身就不用想那麼多 它一定跟你放 稀威心就怕它不知做什麼 至於精英至尊這隻馬 屬於縮程馬 上兩次其實都是劉太后 不過我又不明白 這些馬 即是評分到身低 已經低分過 即是跟它贏馬的時候 這樣上下 其實你看到無偉傑 它也貴上身 所以昨天無偉傑也不是勒亂出馬 它也有想過 這場四班千二 它是找潘頓贏馬 即是精英至尊 當時是贏谷草四班千二 你看看昨晚 其實也有兩場四班谷草千二 其實它出了電路7號 它也有想過 上次我也知道它走三碟 但是那場一千而已 你又知道千二得 不如你留給精英至尊好一點 它又做了馬房第一選 即是說 其實無偉傑也有想過 貝貝龍的機會也許 都比精英至尊更好 但是瓜田理下 現在兩隻都贏不到 我馬主可能會想 喂 我在高柏薪 轉了來你 即是高柏薪 就倒閉倉 你贏不到 又讓了兩個四班千二 你算怎樣 我聽你說過來沙田跑 你浪費了我的頭馬機會 雖然谷草千二 四班每個星期都有 但是始終它是休息了 接近三個星期 到跑每天 它是故意過來沙田跑 即是證明它是有心走來拼這場 如果是快步速 它會追得到 它只是經常都輸慢步速 才追不及 當然對手都強 天天同樂 新力連接 而其之寶你不要覺得它沒有 因為昨晚一檔是不利地 兼夾那場步速快 所以它不是真的太差 第四有些質素 大家要看這些就是反步速趨勢 你還要裂檔 三檔 不想怎樣 今次的檔位很多 十檔不同 一千有時都要講一下檔位 尤其是私欄 都是偏觀眾席那邊會好一點 新馬我比較看好這匹 搖搖一想 除了它是deep field的子女本身 都是兒子不是女 它都是善於跑短途之外 你會看到這隻馬 試雜的次數比較少 而且它試泥地 大家都知道的 你知我知 熔天鵬知 單眼腦都知道 deep field你跟我說跑泥地 你信不信 喝杯咖啡再說 你都知道deep field不會跑泥地 試什麼泥閘 如果泥地都可以 即是草地也許更好 不過它不會試給你看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馬 你要假設它會跑草地 不會沒有馬不會跑草地 問題是能力如何 這些馬你覺得搶口不要緊 因為它在跑泥地要轉彎 現在直路的操控會好一點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班德麗操控的姜誠 一定比周俊諾更好 班德麗其實在雲雲 不是大師傅之中 不是報民潘頓之中 它是算比較強的 你可以當它是羅莉亞或者那類 比較沈拿比較強的二線騎士 好像何宅堯一樣 它是沒有什麼支持 但它有騎攻 看看什麼時候上位 被它抱著馬王很多支持 說到這隻搖搖日上 雖然當然不是好狀態 但你看它跑 其實都開始純熟 在三歲馬你不可以要求那麼多 但它這次是有靚蕩 你給了它一些監渣避窟 給它一些Ring Beat 走規順順受操控 它不是沒有機會的 看這隻馬 不是那麼差的那些馬 說的是另一隻輕綁放頭 上次都是輸斷了 一隻連接的天天銅鑼 你畫了它之後 因為現在這隻不在 神希麗人和魏多福 就是前面那隻 其實你可以由這裡開始看起 如果賽果是這樣 我想問大家會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有一隻反暴觸趨勢 那隻就是魏多福 而這場你不要忘記的是直路 直路 亡洲之 現在玩freed 或者IG經常都看到 這叫新智慧潮語 OK 大家的叔叔伯伯伯未知什麼潮語 即是舊的潮語大家知道 屈肌那些 但新的那些可能有時大家聽過的 大天、笑死、Anna、CC 那些經常都說 但望周圍你都知道 你會看到一來都是外檔一點的 由五、六檔開始到十三檔 只有它不是 第二就是這場是快步速 明顯的 雙重劣勢的反暴觸趨勢馬 有時我們不可以只看頭馬兩隻 兩隻前肢馬 大佬那隻三班馬不要計算 現在跑四班 沒有天天同樂 有不出奇的可能在新馬 這些再研究 但四選入面 不可黨和翟德福 在放頭的能力上 他們讓榜後不差很多 平榜會不可黨更厲害 但有建杂生減榜 加上檔位一樣 讓榜後就差不多了 講完這四隻之後 我們去廣告回來再講講 上次一出馬上有表現的神器麗人 神器麗人 衰就衰在是一檔 如果它是七至十四檔 那幾好 好像大家新年和朋友玩射龍門 七至十四檔 不要計算撞柱 全部都是外檔 大數碼 會有多少好處 現在一檔是否真的不行 就要靠它本身的進步 但它沒有之前我和大家說直路賽 我和何宅堯的耳當 那些證明選擇 沒有那種那麼好的 沒有那種那麼好的 它一開始已經這樣 而且它這樣走進來 下次都會熱 一抽什麼檔 那隻天天同樂年節 所以它都有機會靠進步走得近 如果你不喜歡放頭馬 想拔走一隻 或者你不喜歡新馬搖搖日相 或者精英至尊 精英至尊後上 其實一千跑後上的確是難的 有多少隻萬里飛子 所以神器麗人 你都可以試 不過我覺得它賠得上不太划算 因為它熱得來 又要靠進步才行 兩個難關要過 再說今場都不一定快捕衝 不一定快捕衝 不過我們上次很幸運 有危多福一檔 也有天天同樂三檔 兩隻被迫在內欄切到觀眾席那邊 去營造成就一個快捕衝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它沒有什麼好處 至於超二穩 試襲有一點點看頭 不過這隻馬 走規上我覺得不太順 而且練馬師大家要記住 它試得一千二閘 即是它知道這隻馬是一千二樓上 你不會拿維港智能走去試一千六閘 不會拿金鑽季人走去試谷草一千七閘 它明明短途 你搞什麼 所以這些一千二米都試 其實它暗示了給你聽這隻馬是中距離 at least 即是一千二千四 初出一千 Ridden Haikun 初出一千是否真的不行 我會說不是 有時候甚至可能反過來 它正正因為是中距離馬 早段縮程對它來說 它可以提供更加的爆發力 不過這隻馬在河澤堯試襲也好 陳佳試襲也好 它這個末段都不是反映得很快 它有騎 所以我便想 初出如果有什麼中榜的話 看看戴了Ring Beat會怎樣 觀感上它又不是很差的馬 但同場都算是有幾隻贏過直路賽的對手 不太容易對付 至於另一隻多彩多姿 就是蘇惠賢馬房 蘇惠賢馬房之前有些較強的馬 結果跑得很好 但之後它就沒有更加多的對手 沒有那麼多馬去出 所以有時大家都要想一下 馬房分佈或它本身的倉內有什麼馬可以出 你會發現多彩多姿這隻馬 都是新的 但是也要出的 就是操了幾貨之後 這次初出就帶了Ring Beat 抽了好一點的檔位 都叫做會追馬 如果大家看一段時間 楊明磊這隻好像會快過何宅堯那匹 但你不要忘記 這些是一千泥閘 超易穩這一種是屬於草地松化閘 松化的草地因為草長的關係 這些草比較長 雖然你沒有去過 但是那裡的草長一點 面密一點 因為少湧嘛 當然是面密的 將來跑了就不知道 但是你就會知道 這些場地會比較容易出現這個情況 時間會慢一點 所以他的追勁 以及楊明磊 人也比較輕 雖然跟陳家熙 和賀債那些差不多 但是你跑短距離一點 只可以說你有這樣的爆發力 也會追馬 但是初出一千 是否草地得 就要試 檔位其實都是屬於外當 也不太差 不過這隻馬里魚沒有什麼前速 操練上也算是肯壓迫多一點做功夫 有些是不行的 待會給大家看看 至於舉步生鋒 這隻又是危險的 不是騎士很危險會贏 而是初出最忌諱是沒有那麼多隻天天同樂 雖然你說不是天天同樂又贏 剛剛最新的包裝穀草 你又說缺貨也贏得這麼輕鬆 是會有這些的 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說 不是 初出穀草也不代表隻馬閘 浪漫勇士一出都是穀草 這個真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 而原來兩隻都是審集成馬房的 會不會是這個馬房呢 特別一點 所以大家有時候都要看 葉楚行 如果你算馬房特性 基本上都沒有一出即贏的馬 如果那隻馬可以一出即贏 不算大至尊 都應該是破格馬 或者比較厲害的馬 所以比較少見一點 舉步生鋒這些 預計都偏熱 隨時都大熱門 所以我就覺得就算它有漂亮檔 我都有點忌 而且大家都是新配備 大家都沒有跑過 為什麼你要熱一點呢 葉楚行你為什麼要熱一點呢 也有方仔的初出 有多姿多出 就因為試襲贏了兩次 又和潘頓 大家都漂亮檔 都是外當馬 你就要大熱門嗎 不值得的 所以熱門有分很多種 有剛剛賽日那種 輸給一隻四年折馬的加州得志 明明就已經贏過太陽拍檔 即是一次 前面他也贏過加英國賽的頸 雖然那時候就欠一磅 今次欠五磅 但他的intention大一點 大家知道有新馬特別獎金 雖然這個節目沒有講的 但我會和大家說 你輸給合火奔馳那一隻四年折 然後換來的延滿 那個實正的程度 和太陽拍檔都一再是強馬 已經證明了 你那些有四點多 和我當他是偏熱不透的馬 的四點多是不一樣的 這些沒有證明過的 你證明過試襲贏 有什麼特別呢 超義運多之多彩夠贏過試襲 他又不值大熱門的 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你要分清楚 這些是容易輸的大熱門 就算天天同樂跑到一百次 我都會跟你說 這些是容易輸的大熱門 他不會有這麼多隻 初出就贏四班的馬 如果有的話 那就很容易買 始終也有太多伏在裡面 伏必太 所以太多了 所以就盡量不要買這些馬 我就很不建議的 不過你說買單T4連環 你都知道 潘頓喜歡搏駁一些新馬 試一下 或者這隻馬他都覺得可以 先拿著 這是真的 他肯定是覺得這隻馬有些質素 未必大鋪就贏 可能只有七八成狀態 那你就拖起來吧 買單T4連環 你說WIN最好不要搏它 OK 好 說完這隻之後 再說說汽司的馬 回來再說 文明復星 文明復星呢 哎呀 文明之星那件坐衣 都不放在罐頭上 就算了 看看汽司又行不行 汽司今年都幾多頭馬 都四十幾五十場 文明之星 文明之光 算是一些比較少見的 在香港跑的種 操練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以試完一個閘 上重化前頭幾天 然後試兩個閘 然後再跑的 初出有個漂亮檔 你說好像沒什麼看 追得近 潘頓有氣騎 田泰安執二攤 全部都對的 但這隻馬完全不行 我想說也不是的 其實如果這隻馬有些搶口 你加些配備給它 雖然它在重化已經有 那個時間我想說 其實輸給舉步生鋒 大家都是欠一個馬位 如果潘頓那隻是大熱 而這隻相對地好分的話 那一個馬位並非沒有辦法反先 並非沒有辦法反先 就出閘快慢 排檔的好些已經是欠那個馬位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介意 文明復星這些是沒有機會的 只不過它沒有跑過 我貼不到這麼多一隻 而專家這些 我猜是面孤影響它多些 這些馬比較出得少 其實直路賽它跑過兩次 一次欠一個短頭 欠一些湯米精彩用士 這樣是很漂亮的 然後脫掉配備就可以了 試個閘領這些 其實賀然都明薄給你看 不過30倍沒有人相信 它沒有人相信 怎麼來的呢 雖然這次它輸了 輸了短頭 但大家要記住 冷是怎樣爆的呢 太多外面的人是看賽職 你看賽職 谷草千二輸九個馬位 其實怎麼跑 理論上都不會贏到1000 不要說贏 走進來都不可能 就是跑少了200 加它隔了一個多月進步 再除了它不適合 或者馬不喜歡的配備 試乘真的沒有配備 接著就差點贏了 或者被它放得出就它贏了 不過它贏不到 就是星仔騎得 可能這隻馬也未夠 接著又撿分面孤 這隻馬可能真的不喜歡 你看馬上跑到註塞 所以大家只有一千米直路 又或者這隻馬根本就像這裏 要休息多一點才會跑得好 然後賀賢今次就怎樣 讓馬跑多一點 加上吞胎給它 可能會適合跑 但我會說不如你先讓它除了面孤 除了面孤 如果它冷 你還可以試 上次都沒有人相信 差短頭贏我也很奇怪 為何差短頭贏那些馬又繼續抽檔 人都沒有變 可見仍然是霍宏 仍然是阿昇仔 差一磅 那隻馬是進步的 沒有理由沒有飛 一滴飛都沒有 真的沒有 還要輸得主賽 但檢查完便沒事 即是知道潘頓那隻贏 一早知道 但不要緊 這次沒有潘頓那隻那麼厲害 潘頓走去舉報生輝 專家會否因為綁了吞胎保重 綁一條綁你帶 你便看看 我會說主觀 我會告訴你 這隻馬應該是靠久一點 好一點 加可能面孤不對 那你便等 並非人 因為它綁了吞胎 你便要買一次 下次 套過頭罩你又買一次 那你沒完沒了 待會擺一個見雜生一次 就像我那樣 被人陰它十次八次 就像海南寶一樣 結果都是減完綁快放 又是斷 所以有時都適時斬攬 很重要的 鴻圖新星這隻馬 蔡翰 蔡翰近這季 成績差了很多 我覺得除了是它 其實它的連馬功力 怎麼會退步 但是是課源問題 你說不是的 可能連馬也有關 這個問題我都思考過 因為呂建威 拿了一隻水晶酒杯之後 水晶酒杯都交了兩三分出來 看賽漢不是沒有拼搏的 只是拼搏搏的 只有最後贏了一場 潘倫也沒有整股造怪 那證明什麼呢 可能馬房內 某些員工或者馬房 以前的密集緊密程度 沒有現在那麼好 那些馬馬轉換出來 則質量上不夠好 至於鴻圖新星這系馬 一向都不算買很厲害的馬 所以你要預期 Vancouver這些種 有時來香港 都不是表現太厲害的 你說報民這次混了 沒有力拆 跟著跑遷移 又追不到 這場你說慢步速 我都同意 又不見水龍頭追不到 你計分段時間最公道 水龍頭跑過44秒76 這隻跑45秒11 一隻中後上馬 我不能叫大後上馬 中後上馬跑45秒11是差的 你說縮落1000 不行 我不會說不行 不過我不會貼 所以這些大家要 算了 就算了 他抹落了 你就無謂追碰他 有時他當紅不養的時候 你要去碰 馬是這樣 不是曹強撫躍 而是跟紅頂白 馬圈 那個馬房那年勁 你就要不停追碰他 他過了氣 你看葉楚行 要保住自己的牌 才謹慎 跟他拿冠軍那年相差多遠 他真的沒有那些 贏很多WIN的多折馬 真的會少些 或者新馬都少些贏 你便知道 蔡漢的馬 現在就要像羅富串的馬 略為看低一點 略為而已 不是極度看低 他昨晚也有初出馬 又是不行 然後還有僑勇善戰 僑勇善戰這隻馬 又是賀賢那一招 試襲 上次直路輸得遠 不過賀賢那隻 是菊草千二輸得遠 縮落一千 試襲好的 剛才說的是專家 大家記得這個圖 我說爆冷的圖 菊草千二輸得遠 十二名 然後試襲很厲害 沒有人信 縮情改配備 抽領檔 就在這 這隻四歲馬 記住 而僑勇善戰 是三歲的 不是賀賢 但例子有些類近 他一樣是跑一個很厚的名次 但現在是甚麼呢 他沒有改變過路程 純粹是一個多月 試襲好了 然後再出來跑一個配備 轉化程度沒有那麼高 即是說這些馬要爆 都難爆一點 不過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看不看 他曾經在一些相對好的檔位 同樣的路程 跑得接近 你再拿以前那些看 其實他都沒有輸很遠 都是直路賽 直路賽 剛才我跟大家說過 勝利之王就是蘇惟賢 蘇惟賢這隻馬 贏完之後 他再出兩輸 沒得看 所以我剛才找來找去 找不到給大家看 所以都要輪到出多之多彩 即是他有他的斑底 起碼你要記得 好像三班千二 田草雷健威 輪著隊出的馬 一定要搏 有些搏不到的 剛剛那隻陸續無限都沒有 但是他搏的意欲 會大過其他馬房很多 因為他不能選擇 三班千二都不是每個星期有的 多之多彩和勝利之王又是 我都不知道你有沒有第三隻 萬起飛箭給他回來的 還有三班 但是 多之多彩 或者勝利之王 他們仍然在四班要跑一千 他有意欲會比較薄 所以在你要選新馬的時候 大家有時候 那個腦或者你功課上 你記得住 好像Tommy之前留言 你起碼都要知道那個馬房 有些什麼馬要薄 如果你不知道 不記得 寫下它 寫下它 或者做筆記 有時候我都會記漏的 但是有些精英自尊 那些 你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鬼上身 你都還買 不過 你說 咦 為什麼你菊草 你不貼鬼上身那兩隻 因為我不信 其實我是知道 但是我不信 但是更達信 大家看贏跑 上次三疊 那些馬 你看它寫 你就知道電腦七號真的會薄 其實背背龍我都不信 結果你信不信 也好 背背龍就是走不了進來 所以是有關的 你也可以說 菊草的一二三檔 真是好處 所以電腦二號 上次虧得太厲害 走進來 全部都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精英自尊留了個洞 而故意過來鬼上身這件事 都是對的 只不過是未易發生 那你就看看它怎麼跑 至少它會冷些 你便看一看 好了 接下來我們說兩隻畫了的馬 就是 爆裂 切裂神驅 這隻馬 其實是初出的 不過我看它的跑姿 能力也不是很有力度的馬 或者這個跟它曾經流鼻血有關 還是一句 就算四班的天天同駱 贏完兩場很厲害 接著流鼻血 那麼熟口臉 沒有千歲 何言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 菊草一千就要沒有千歲 三班 這些感規要有 好了 就算是這麼厲害的馬 它也不一定會贏 何況這些都未出過 你就流鼻血 試襲你也流鼻血 你真跑先吧 我買你不行 你漂亮檔也不會太大 另外就是 超音速 超音速這隻馬 從來都沒有輸得近過五個馬位 即是一千 雖然下班 下班去輸更遠 其實留得給湯神 除了鄭俊偉會有好東西給他賭 之外 我覺得這些澳洲是馬防的 有都被潘頓報名立了 還要重磅 別搞了 詩集輕鬆第三 那些是10萬泥 沒有關係 他跑泥地 反而可以看看 但你說跑草地 算了 他就跑過給你看 有的 你要不可擋 要水晶酒杯 他們在同一場 都很漂亮 不可擋 又是湯神 大家都重磅 為何你不要不可擋 不可擋 不可擋 我也是說事實 輸一個多馬位的不可擋 你不要 你走去要輸六個馬位 他們欠五個馬位 不能反線 不能反線 就算你說超音速會進步 不可擋沒有 我也知道 但那五個馬位 基本上沒有辦法反線 你要不可擋 跑得在超音速後面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不可擋自己 不良於行為 流鼻血 然後他正常跑 當然會在你前面 但你要說到這樣 不如說大漏閘 鎖馬 不能這樣算 按照正常來說 你要先排序 至於怎樣投注 再制定 這場我會說 頭四隻 加上神希賴人的新馬 已經開始變線 頭四隻似乎實正點 不過他中間也有些暗勇 不要說行動新星 就算多姿多彩 我都不敢畫 潘頓那些 我說不可以 或者他真的可以 甚至何真 超異品看上去都不太差 所以前面可能要縮窄些 馬多你選底些 有放有追我都可以 精英至尊 不可擋 這兩隻對碰WIN 如果遙遙日上是冷的 可能有十多倍 就試一下 沒有的 有它 補條位置Q 四隻護宣 甚至乎 裸藝多幅 拖後面三隻 你就不用怕讓它拖你 買位置Q 其實可能重量駐都不太分 這些都是投注策略的想法 但我們先要排序 你不排序其實沒什麼搞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比較特別講第二場 待會再細心試一下 五班千死 可以檢查一下蘇惟賢 葉祖航的馬房 有什麼馬要搏 其實查這些更久 去看馬 可以嗎 有時候你都要猜一下 它出錯意欲 有紅中列馬 你不要騷擾我 會這樣的 我都會想這些 所以都要想一想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再見 拜拜